展望今年,全球央行将商计收紧货币政策。美元和美债息将持续上扬。本来不利商品价格升势。但随着俄乌战事爆发,俄罗斯租制裁后,情况却有所改变。分析员普遍继续看好今年商品价格前景。商品价格本来将受到多种逆风吹习而限制升势。 最主要是各国央行将会持续收紧货币政策,令债券支息和美元的汇价上升。由于商品主要依靠美元计价,且是没有利息收入的资产。故美元上升将会打击其需求。而债息上升更会削弱其吸引力。 然而,俄罗斯与乌克兰爆发战争,令多种商品的供应大受影响,尤其是农产品和能源。石油方面,因为俄罗斯是欧盟最大能源和天然气供应国。 俄乌战争后,油价大升至每桶140美元附近水平。 另外,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剩余产能将会跌至每天120万桶左右。 创历史新低,由早与其盟友均未有同意进一步增产。 这令油价在今年持续高期。 金价方面,全球央行今年加息次数和幅度可能较预期多和大。 但难以压止金价升势。 原因有二,一是通胀率将持续上升。 强化了黄金对冲通胀的作用。 更重要的是俄乌战争爆发。 资金加速流入黄金市场避险。 伦敦现货金价近期曾升至每盎司2078美元水平附近。 另一个最受俄乌战争影响的商品。 相信是农产品。 即使美国加息亦难以阻止其声势。 主要原因是俄罗斯与乌克兰军事全球主要农产品出口国。 尤其是小麦方面。 两国的产量已占全球三成。 而西方多国制裁俄罗斯后。 导致黑海的农产品供应大受影响。 对全球商品市场产生极大负面作用。 以小麦价格为例。 近日变成在芝加哥商品期货交易所升至14年新高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